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妮可不是 记得嘛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哦 上次呢已经跟大家公布了我的好消息 那就是我终于有了1000个订阅 耶 虽然1000个订阅并不是什么非常牛叉的事情啊 毕竟YouTube上有很多很多几万几十万订阅的YouTuber 但对我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个小小的Milestone吧 所以呢也算是回馈大家 今天就是我的1000订阅Q&A 那首先之所以暂时还不打算开通广告的原因就是 虽然我有一千个订阅了 对我来说是值得开心的事 但不得不说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的流量其实也是不稳定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更专注于内容本身吧 因此我就暂时没有打算开广告 希望大家有更好的收看体验 当然我也非常诚心的向大家讨教一些意见和建议 希望我的频道的面子越好 其实我本身开YouTube频道是已经有两年左右 但那个时候不是想真的做那种YouTuber 而只是佛自己的一个recording吧 所以那个时候的视频质量其实很普通也很简单 大多数时候呢都是用手机拍摄 然后把那种平时出去旅游的一些碎片拼接在了一起 可能几个月po一次 然后直到Covid-19的时候就真的觉得自己 Entertainment变少了 好像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去分享更多的内容 因此就开始认真做了起来 那最开始肯定也是用的相机 然后我们就再去买那个Osmo Pocket 比较小 但是还是很方便 然后防抖也还不错 至少对于新手来说 再然后啊就开始用相机了 那相机的话我现在也没有买那个防抖的云台 所以其实只是比较适合我在家这样进进的路 观看效果会好一点 那疫情以来两年多 我真的是一直待在新加坡 没有回国 没有去其他的国家玩 那有人就会问我 如果疫情好了 除了回国 你还想去哪里 其实我有很多很多地方想去 到目前为止 这几年旅游可能就去了20个国家和地区吧 然后全球那么大 还有很多很多有趣的地方没有去 但是 如果疫情能在这两三年内好的话 我可能第一个想去的国家是日本 为什么呢 因为在疫情前我才花了一点点多的钱 办了一个五年的日本签证对吧 因为日本签证是三年和五年的区别 三年会便宜一点 当时我就想哎呀日本好玩 我就干脆多办个五年的签证 然后多加了一些钱 就没想到COVID-19来了 所以我希望我的钱花的是值得的 所以一旦疫情好了 我们能够出去玩了 我真的很想再去一次日本 这真的是一个灵魂课文 大家如果看我偶尔发的那些post 你会发现我也是一个兴趣还算比较广泛的人 那我之前也是时不时画一下水彩 也会用iPad画画 就那个procreate来画画 然后呢 最近COVID-19又开始玩乐糕 现在玩手工 做那种毛毡 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 像我以前的话 我也经常会因为某个人某些电视剧而影响 给自己树立以后远大的梦想 比如说因为看TVB的剧看的比较多 曾经想过要做律师 要做医生 等等等等 以前看老师讲课 也想过要做老师 前几年特别年轻的时候 觉得世界真大 想出去看一下的时候 就甚至有过做full time traveler的那种冲动 但很多时候就是 现实把自己从理想拉回来了 然后程序员 现在来说的话 是一个在现实和理想中 非常中和的一个职业 所以如果说真的不做程序员 或者YouTuber 无论做什么的话 我觉得要放在不同的context里面去讲 因为如果完全不考虑于现实因素 是一种啊 如果要考虑现实因素的话 那concern还是会比较多 比如说我能力在哪里 我又没有经济基础 我家人怎么办 对吧 这都得考虑 我们先说一个最无忧无虑的回答 就是不考虑现实因素 我会干嘛 很理想主义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想去瑞士啊 或者像中国的云南大理啊 那种很亲近大自然 与世隔绝的地方 开一家民宿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类似Airbnb那种东西吧 然后呢 在那里可以给我的客人们提供住宿 提供美食 然后我自己也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做做手工 玩玩乐高 如果有客人看得上 我也可以作为纪念品 卖给他们 画一个画什么的都可以 就是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然后自己如果想出去走走看看啊 就可以交给伙计们帮我照看一下 就跟老公 就可以又出去看更大的世界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甚至能寻找世界 各个亲近大自然的角落 在某个地方长住一两年 然后又去体验新的生活 但如果真的要考虑现实因素来聊转行的话 不做程序员的话 我觉得想转行还挺难的 因为至今为止 我的skill set都是在这一个方面 如果真的想做自己其他喜欢的 有兴趣的职业的话 我觉得必须读一个书吧 我曾经有想过 可能会读个NBA 就跳到consultancy的公司 但现在来讲的话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 我觉得现在生活还是很满意的 其实这个问题 我更想做一个新加坡爱情故事系列 就看大家有没有兴趣去了解 在新加坡的异乡人 他们都是怎样认识他们爱的另一半 怎样建立起爱潮的 那至于我跟我老公其实是同学 我们在NUS同一个专业 因为做同一个project而认识的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当时我们一个project 一共有五个人 一起做project的时候 都还好 感觉是有一点点熟悉的陌生人 都还没有很close 但可能过了一年之后 大家又稍微联系了一下 就觉得还不错 可以继续发展 然后后来你会发现 这五个人中 其实已经成了两对 对 我和老公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也是一对 然后大家都结婚了 那剩下来的那个同学 当然他现在也是有女朋友的 就最后还是找到了他的规矢 就还是很有趣的 其实这个问题 我也是希望专门做一个视频 专门讲一下对程序员新手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吧 但这里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 那首先我不算是focus on web 但是有时候确实也会做一些web的东西 写java script之类的东西 主要还是后端吧 后端语言 python java这些都会用到 那对于才进入行业的新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有几点比较重要 就第一个就是你要有passion 就对这个行业有passion 对coding这件事能耐度注入寂寞 就也不会害怕困难 因为遇到bug是通常的事情 遇到新的东西也是通常的事情 我们经常会去现学现卖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有耐心 然后和一定的学习能力 而学习能力呢 是在大学的时候 你可能都已经能get到的一点skill 然后在工作中不断地把它进化升级 而这所有的一切 首先就得要你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 有一份热情和积极在那里 才能做得到 第二点就是不要害怕make mistake 因为新人的话 其实经常make mistake 当然自己要有一种 try to avoid mistake的态度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make了 也不要害怕 然后也不要害怕问问题 知道你犯了错 但是要知道怎么错 然后知道去怎么纠正 然后通过这个错误 去学到更多的东西 这是最好不过的 你要在你的错误 还能被原谅的时候 尽量地把能犯的错都犯了 能问的问题都问过 当你有了一定经验之后 那可能tolerance 别人对你的tolerance 就会低很多 所以其实新人这个时候 你是一个有很多excuse的时期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真的需要很努力很努力地去积累经验和skill的时候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在以后的视频里面跟大家细细到来 好了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也非常开心 我的频道中有了1000个订阅 这是我的第一次Q&A 希望我的1万订阅量 5000订阅量很快就能到来 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让我们彼此了解更多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